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且帮助王子与公主顺利结婚 于是小羊们全体出动 戴上了可以飞行的特制翅膀 飞上天 如此天刺激能的羊们 快哥也是看罪了 小羊们发现了飞马王子 一无所知的傲娇王子 在羊群的带领下 再一次飞上了天 寻找自己的王子翼 为了安慰泪崩的老婆 灰烫狼也拿出了一款新型的浴缸飞行器 一路刷着泡泡 追赶着羊羊们的队伍 两队人马一起经历了七彩雨 闯过了极光海 羊羊们发现飞马王子 没有任何理想 完全不受极光海的迷惑 随后 他们来到了美丽的空中花园 在这里 飞马王子邂逅了一位 美丽的蓝发姑娘 与蓝发姑娘共舞一曲之后 飞马王子迅速地爱上了蓝发姑娘 染病卵 蓝发姑娘飞走了 羊羊们帮助王子再一次回到王庭 王子拿回了王子翼 重新地登上了王座 登上王座就意味着 王子必须要娶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公主 被关起来的红发马 声称公主不想嫁给一个不爱的王子 于是自己策划了这样一场抢婚行动 然而心有所属的王子 也并不想娶一个不喜欢的公主 于是放弃了王子翼和王座 去寻找心爱的蓝发姑娘 爱情的力量 快哥也是感动到泪崩啊 蓝发姑娘出现了 原来她就是蓝马公主 此时 灰太郎却抢到了王子翼 结果却意外地撞破了天空 星河泛滥 天马城岌岌可危 飞马王子临危数命 再一次登上了王座 与羊羊们力挽狂澜地 终于补全了天空 拯救了天马城 王子与公主 从此也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